現在的聲音應該可以了 聽眾們有聲音有畫面 來到第二節我們有Maphiel加入 Hello Maphiel 嗨嗨嗨 第二節有很多你發揮的機會 我們快快說了愛華頓對阿仙奴 去曼城對熱智的一場球 沒錯 延續一下剛才Jeff Fu的留言 Nic說過得甲很好看很精彩 納拉派比拉快烈得對奧格斯堡都可以很棒 但你想不到貝利沙這個角色 你是踢歐聯 你是踢勢斯波雄 你會去奧格斯堡 你會去護級隊可以的 還以為你不是英少護級隊 我想是因為薩爾斯堡紅牛這幾年的變化都大了很多 你期望一個球員在薩爾斯堡紅牛踢起來 哪怕石屍高 我也不覺得他的材料特別出色 但已經是大球會要目標的人 但他是奧格斯堡 他在歐聯都踢得不錯 但我覺得如果貝利沙當初在薩爾斯堡紅牛 他不是早幾年的薩爾斯堡紅牛 他是這幾年的薩爾斯堡紅牛 其實可能大會已經踢了 有很多分別在這裏 今天第二節的主題 我們將Focus落在英超那裏 因為剛剛過禮拜 阿仙奴輸給俄華頓 曼城又輸給熱刺 所以曼聯是有好處 但卡斯美奴是因為擦頸 曼聯是不評論 留下星期四再說 反而這場賽事 我用很多愛華頓的角度去看 因為我是從Tactically Matt的Twitter購物 其實他是愛華頓球迷 所以如果我們等一會分析 我很多都是在愛華頓的角度去看這場賽事 好啊 那我們就可能去一下 第一個要說的點 其實就是大致帶到什麼給愛華頓 而是跟之前的林伯特有什麼不同 第一場賽事已經看到他對這場賽事很認識 準備很充足 愛人就看到中場三個刻有硬 古爺 奧納瓦加杜古希 即杜古利 三個中場好像很難打 但如果大家那天看一場賽事 你會發現 跟以往你看到的大致足球有少少不同 不只是CDP那麼簡單 在前場的迫場 布防是做得非常出色 那些叫做 Pressing Trap 所有球員都可以執行得很好 等於我會解釋 戴智其實在Coach's Voice 解釋他的防守的V-shape 等於我會說 由左閘至右閘的距離 不能超過18-1 亦要很公平 三線的位置要很緊密 要好多全 所以這就是等於我會說 他的V-shape的防守 其實他在Coach's Voice解釋過之後 其實他亦是帶到愛華頓這對球 等一會兒有圖 會解釋 一個很typical 第一個這幅圖 第一幅圖 我們要解釋 就是愛華頓 如何把迫搶 帶著迫搶去愛華頓 很簡單 只是把中路做到防守 就是把阿仙奴的進攻 盡量迫去兩邊 而新珍高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 inverted fullback 他會突入中間 做保持 possession 搏腳 但是阿仙奴唯有 去 long 和 wide 你現在看到 全球路線 只可以在兩邊 主要是狀態不好的馬天利利 和沙卡仔 只能夠高 愛華頓是 特別邀請阿仙奴的攻勢 由兩邊去進行 接著 如果球去到兩邊逆風的位置 下一幅圖可以看看 看看下一幅圖 就會做一個 double team 令到 無論是沙卡 或者是馬天利利 都要是一個打兩個 沙卡仔那場球是OK的狀態 但馬天利利最近的狀態也不太好 亦可以完全解釋了 入了戴治的圈套 看上去都頗沒有破綻 因為中路 華頓的對抗 就肯定比阿仙奴更高 強度 如果你去到哪路的話 你邀請到哪路的話 外華頓又有人數的優勢 看上去好像真的沒有那麼破綻 而且就算阿仙奴可以出球中間 他沒有記錯 中堅是達哥斯基加高迪 其實你要在中路 憑著全中 拿到入球也不容易 而且中方是利基迪 所以不是踩尼基迪 但的確對著這兩個英式中堅 他是沒有特別的優勢 所以如果整個部署 是把阿仙奴的攻勢 是不可以在中間那裡去運行的話 是要逼他去哪路呢 他有雙組 哪路有足夠的人手 那場球伊和比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和麥尼爾回來協防 是幫了很多 伊和比的狀態好像都會被重新 打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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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奧拉拉是一個非常欣賞的球員 但如果你用黑硬去形容奧拉拉 但奧拉拉那天的位置 到底會解釋 其實他和杜古希 是要不時押到前面進攻 反而只有古爺在後面提供的防守 所以你不可以在中場的角度 看奧拉拉 其實他不是一個挪威的球員 反而是一個球員 甚至乎那場球 是押在左邊 很多次看到他 在左邊被壓力 是Ban White 也是Ban White的那場球員 是垃圾到不能再垃圾 我只是扔電視 但你回顧最近阿仙奧的表現 Ban White是比對手迫搶的一個焦點 對曼聯也是 對外華頓也是 現在大家都可以 好像來到下半季都找到 要破解阿仙奧的話 重點應該是落在Ban White 可能達Sir也要想辦法 是怎樣 等著我們去下一幅圖 這幅圖也看到 固然沙卡仔如果在右邊拿到球 他要是一打二 而奧迪加特也被對手的中場 纏繞著 奧迪加特的演出也不算好 我們去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是怎樣 是否說trigger 下一幅圖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 太遠了 不過我可以找到東西 大家等我先 我這裡開 今天是說counterpress 帶字是怎樣 避免阿仙奧的 transition through 愛華頓的中場 愛華頓今年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 transition 很容易在中間被人打破 被人打反擊便會輸球 而林伯特是一二再再二三 都未能夠解決到這個問題 在一個transition的狀態 如果我們打開這個screen 去看這幅圖 你看到如果 如果愛華頓進攻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一點都不保守 如果你以往看他 帶字道搬離 有人會說防線撕碟 前面一兩下 靠死球 兩個球員搏 其實在愛華頓的 context 我剛才說了 或者如果大家看到一些文字 就是愛華頓那個analyst 就說 其實他們並不介意 放多些人在前場 你看到這幅圖 在final third 你見到已經六個球員 六個球員 大致大 你以前搬離 幾可會見到這個場面 六個人進入到final third 三個人在禁區 很少 通常就是4-4-2 兩邊出球 中間頂上兩個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反而那麼多人出現在前場 是希望 如果失去球權 今季愛華頓很多比賽中 在transition的情況 就是會失去球權之後 立即被人打反擊 就在中間去 反而那麼多人在前場 就盡量 立即失去球 立即做 counter press 去反押回阿仙奴 而阿仙奴這場球 是發生做build up很困難的後場 因為前場 奧蘭娜和杜古希 已經押到很前 杜古希是偏右 奧蘭娜偏左 反而押回後 打六號位便是古爺 令前場有足夠人手 去反押回阿仙奴 或者延伸了他 令阿仙奴做build up 也很困難 即使拿回球 以往就是林伯教的年代 被人很快打穿 做一個反擊 去了自己的心臟地帶 這次因為前場有足夠人手 你看到剛剛這幅圖 或者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 看看這個 就是這個 對 你也看到前場即使失去球權 也有很足夠人手 在前場做壓迫 令阿仙奴 想組織波速是很困難的 所以戴智比起本尼年代 看到的愛華頓 他反而更加放膽 放人在前面做pressing 亦令阿仙奴這場 有問題 固然阿仙奴 以往對著戴智帶球隊 紀錄並不好 一勝三和一負 如果加上這場 戴智帶子的紀錄 是一勝三和二負 但他以往戴的球都是本尼 以及這次戴愛華頓 會否看到戴智也算是幾克制到阿仙奴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阿仙奴 慣常英超輸的球 有一類球隊的特性是很明顯的 就是他們的身體對抗也很強 以及很懂得去打疾阿仙奴的節奏 但阿仙奴現在的中場線對抗也不弱 你有Party 有下卡 有奧迪加特 我覺得反而是TACTICALLY 你覺得都是TACTICALLY的問題 就多於純粹 歐拉拉是的 但你說到古希和古爺 我覺得都不是很佔得上富 但未來都說很出色 歐拉拉真的很強 歐拉拉是很強的 歐拉拉和伊和比 剛才我提到和麥尼爾回來的歇房 固然做得出色 但如果你在off the ball的時候 看到伊和比和麥尼爾固然回去 古爺的鬥位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在進攻的時候 即使失了球權前場壓迫 也有杜古希和奧迪亞 一個偏右一個偏左 所以大致在戴這對球的時候 他說我要將別人的 六個星期做的 我一個星期都做得到 所以要很多explaining to do 即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在這個星期 我覺得他帶到球 他讓我看到的第一件事 他知道對球有什麼問題 Transition 永遠都是被人可以很快打回相反 林伯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 是完全沒有改善過這個問題 在這場球暫時可以看到 另一件事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清楚球員的能力 其實我沒有記錯 那一道古希都是在林伯年代 差不多半年 不是很重用 但是這場球 他一次過用了奧拉拉 杜古希和古爺 我剛才說過在前場迫搶奧拉拉 和杜古希很重要 回來鬥位 古爺也很重要 如果大家看看 這間面前的圖 他說除了中場線之外 其實史密斯高文 這位年紀非常不小 史密斯高文現在幾歲 三十四五歲 有啊 這個愛爾蘭右閘 這個愛爾蘭右閘 也是其中一個會上前 去防止對方 去做 counter attack 的其中一個球員 如果特別在右路 如果球是塞了的話 他也不用擔心 有幾層保護 杜古希是一個 默尼爾 還是伊和比 其中一個 再加上史密斯高文 你看到右手邊的三個 已經是隨時拍過來 去阻止對方的球員做 build up 所以也是 史密斯高文 這場球 其實我覺得他演出是非常出色的 趙眼趙耳聽 我覺得 當然 在戰術的效果上做得好 又或者 有人說 杜古莉 你叫做杜古莉 電視是杜古希 我說同一個人 林伯特選擇放棄人選之下 但你看到戴智 是覺得這個球員要用的 我想看出的重點是戴智 對愛爾蘭頓這手牌的理解 似乎比林伯特高很多 未必一定是在戰術層面上 大致的思考是非常深入的 他可能純粹是利用現在 愛爾蘭頓這手牌的特點 然後去做一些針對性的佈置 他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好的效果 還有杜古希也有做入攝的 有一刻頭錘 雖然他頂不中的目標 但你看到他的用法 是相似當年屈福特 我們覺得他很厲害的年代 而戴智當然知道他怎樣踢 因為戴智都對過屈福特很多次 當時都接近是降巴互給對手 所以其實他 我想他都看到杜古希身上一些東西 希望帶回球 我對下一幅圖 剛才剛才這幅圖說了 除了中場線之外 易峰和史密斯高文 在上一幅圖 在前場參與了迫場 而史密斯高文 除了上來做壓迫以外 其實回防那天也做得非常出色 令到馬天尼尼 有氣無敵打 我敢說 馬天尼尼近來也是狀態 也是入 但他也像是非常出色 我選了史密斯高文 我選了一場比賽 因為無論他在前場做壓迫 低位的防守都做得很好 而且聽法上也有少許微調 也進入中間做壓迫 我覺得以他的年紀 要做一個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我有給他一點點 credit 當然奧蘭娜也是很好 那場比賽也很好 其實這幾個球員也很好 但是我給了這位愛爾蘭的路障 他說馬天尼尼爆不了高文 那場比賽真的兩三次都過不了高文 這個我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們講的高文 雖然是奧華敦的icon 但他的年紀又回到五上下 以馬天尼尼在上半季的演出 沒可能是過不了高文 沒可能 我剛才用了不少的篇幅去解釋 杜哥利和奧蘭娜 這兩個球員在前場迫搶的重要性 反而不是他鬥回去 鬥回去是古爺做多的 所以就一左一右 但這幅圖是說 其實大致的球隊 很多時候都是 攻擊的道路都是 打開球的打開球 打開球的打開球 主要都是靠全中 簡單說大致的球隊 就是很典型的 一些中下游球隊的教練 很多時候都是 中間的組織就不是很強 也沒有很突破力很強的球隊 而奧華敦這一刻都不需要 這麼多很細密的組織 如果以往 我印象中 中外華敦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兩個好球之刃 可能有一些攪局能力 扭到球 可能有比較立體 但現在的確 他的進攻是單調一點 入球也是排了角球 如果這個攻勢來說 剛才我提到奧蘭娜和杜古希 這兩個球員 除了在前場迫搶之外 他入禁區的威力也有 剛才我提到杜古希也有 他入攝是入禁區 是頂邪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的全中球 他們打一個4-3-3的陣式 如果他們靠奧蘭威力 即是靠奧蘭威力去頂頭取 是不足夠的 因為他只有一個前鋒 所以戴智在那天的部署 也安排了奧蘭娜和杜古希 入禁區做搶點 減輕了卡佛蘭威力 亦可以令進攻點分散 亦多了兩個高大和黑有硬的接應點 所以你看到那天的位置上 無論安娜娜和杜古希 都不只是好像 好像在那八年代 那樣 坐得深入一點去做防守 反而是真的入禁區去幫助中鋒 那天卡佛蘭威力的演出 也有兩點 張學仔失機 你也看到 多了杜古希和奧蘭威力之後 愛華頓的進攻點分散了 至少迫到阿仙奧 中場是要縮後 也挺畏懼這兩個入洩禁區 有身體對抗的點 但那天其實 你看回愛華頓的打法 並不是Low Block 首先並不是Low Block 並不是靠低位防守 鬥位去做 反而是真的放了很大的自由度 然後被杜古希和奧蘭娜兩個押上前 無論是迫搶 他反而是真的和你鬥迫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他可以在前場多了兩個接應點 也是有很強的身體質素 多了兩個都 我們是不是下下一張 slide 是 OK 這個就是Coach's Voice 大致去解釋他的戰術 這個所謂的V-shape 是 我想 其餘有些是說 那場球有些圖是說愛華頓如何押上高 可能前場點都有六至七名球員 去反押上阿仙奴 並不是一個低位 但是上一幅圖是否講過V-shape 其實頂上幾幅呢 頂上就只拍到大致的派頭 再上一幅是什麼 大致再上一幅呢 就是這張 這張 這張就是以往他 是 再上一幅 再上一幅 是 為什麼 這個 應該是 我來我來 OK 好 你來吧 這些圖是說他們如何押上高 前場你看到 愛華頓有多少個球員在前場 去反押阿仙奴 到這幅圖是說他的V-shape的防守 這些都是了龍戰術 剛才說了怎樣可以困住阿仙奴 在賓奴 反而是反overload 阿仙奴的賓奴進攻 最後這幅圖是說回他當時 都在搬尼的年代 其實他的V-shape的防守 已經在搬尼的年代出現了大致 他只不過將這個概念 固然他加了前場的pressing 但也在低位防守時 亦帶了V-shape的概念 來到愛華頓 這幅圖已經開始解釋 什麼是V-shape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怎樣是V-shape 就是由左閘到右閘收到很窄 如果再看一些介紹 左閘到右閘的距離是18.1 即是不能太闊 而中場亦是很compat 所謂的spaces between lines 已經收到很窄 而即使中場的三個 亦是鬥到很窄 很compat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V-shape的防守 他就是迫你 除非由於這麼窄的距離 中間收到這麼密 全球的球員 叫Inch Perfect 即是一串都不能失 你交球只有那條線 如果你交到的話 你很聰明 如果你交不到的話 除非交到那條線 要不然 一定會被我們的防守球員折倒 因為我們收到這麼窄 叫做V-shape 即是外面 首先有兩個球員做防守 中堅 但兩邊雜位都收到很窄 再加上前面的中前場球員 再形成多一層保護網 如果由龍門到中前場 就會越來越開 尤其是兩邊的中場協防意識要很強 即是你說伊和比 又或者是物料 因為你那對閘 既然位置不可以隔得太遠 等同邊線那裡 那兩隻翼一定要收得很深 你才能夠擁有空間 而當時 如果你看看班尼的年代 他也是有一個類似V-shape的 由龍門到中前場 有一個V-shape的形狀 但自己在Coach's Voice 有解釋過他這個V-shape的防守概念 即是迫到你的進攻球員 即使是新增高到奧迪加特 交球員都要準確模 不是只有那條線 否則一定會讓我們三層的防線截到 三層的防線截到 三層亦是很平均的 亦是由窄至深去的 如果大家去看 他在Coach's Voice的解釋 這裏他就開始有一個V-shape的情況出現 白色的就是他自己的球隊 當時他就說回班尼 白色就是班尼的球員 由龍門到後防 到中場線 你看到是很平均的 亦是保持四線 如果對方的進攻球員 在哪裏做進攻 當然中場和兩邊的翼鋒 要回來保持哪裏 而中間的集位球員 就進入中間那裏 保護中間的防守線 所以看到大致 這個V-shape的防守概念 你看到嗎 他在Coach's Voice畫了一個V-shape 就是帶了一個新的元素 防守元素固然 這個固有的元素 就是在班尼已經帶過來 他再加上前仗的 Pressing 令到阿仙奴那場球 是寸步難行 可以說 但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 我相信愛華頓的機會是好味 由大致這個概念 我插一句話 你要對付這種V-shape的防線 前場是要有一些類似 基沙文的流動性很強的進攻中場 是的 Daniel Tech 譚神說 以前最好的球賽是美奈拉斯 可以在前場一個人做搞局 你要有一些像基沙文 這種流動性很強的進攻中場 而且最好 分邊的能力要很強 你的球要不斷左右轉換 即不只是某個球員的轉邊能力要很強 而是兩邊的轉邊能力要很強 不斷左右轉換 拉散防線出來的位置 我覺得愛華頓這一套 不是破解不了 但要有剛才的要求 對方的球員固然要很準確 對方的球員固然要很準確 控的球員都很難 因為很平均 控的球員都不可以 基本上一小小離腳都不可以 即是完全由交到接球員 不可以有任何錯誤 任何一個步驟是錯的 交的球員一歪一串都不可以 而那場球員其實我自己觀察 新珍高交的球員很多時候會被 新珍高是偏左一點的 inverted wing back 他就會被默尼爾和高文那邊截到 嗯 亦可以看到他說的V shape 即是由閘位在中間 易鋒去了閘位 靠前的地方做防守 再加上兩個中場 三層的保護 這就是大致在低位防守時的概念 再加上前場一些迫場 我覺得愛華頓轉了一個很好的教練 而我相信愛華頓在大致的手下 是不會降班的 對呀 那愛華頓這一部分的分析大致是 如果詳情當然可以看回 Coach's Voice 他解釋V shape 亦可以看回個別 我找的這幅圖 就是搬來當年對狼隊的一些比賽 亦都會出現同一個畫面 即是Coach's Voice出現的畫面 大家亦都可以看回個別搬來的比賽 就可以比較他防守的一些細節 好 我們說愛華頓這個部分 阿仙奴說兩句 阿仙奴先加兩句 絕對擔心 因為如果繼續這樣打 如果對對 你說戴智 其實戴智做Coach's Voice 是他被人解僱的那一期 對嗎 如果這段影片的想法 或者再加上前場迫搶的一些細節 一個星期一對球 已經可以打倒你 榜首球隊阿仙奴 即是如果很多球隊 如果都是有些硬正型的球員 可以解釋狼隊 你就知道哪些 如果這些球隊參考了這個打法 會不會讓阿仙奴未來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其實有條條件已經起了 你看看對曼聯那一場 以及對奧華頓那一場 Ben White是弱點來的 Ben White很弱 我知道阿仙奴有些球賣是喜歡Ben White 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否認 你被人迫搶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命門就是Ben White 這件事是不能否認的 很多人不明白 經常都說我針對Ben White 你真是傻 有什麼針對 你會看到的問題 他真的被人壓受壓最強的 你記得對曼聯那一場嗎 是啊 這場也是很弱的 只要迫他 是很大的問題 而我覺得Ben White 對曼聯那一場 我的主類點就是 直接換走Ben White 換房間藥 對 而這場有些意外 Ben White很遲才換 但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不能繼續抱他 即使你很喜歡Ben White 你喜歡Ben White 因為他英俊 因為他很英俊 那又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他很英俊 但他上半季打得不錯 但我一直都看到問題 很多人說他用球 其實不是很好 只不過當時給壓力不夠 但如果球隊繼續這樣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 給予更多機會日本人 而佐真奧 我是很擔心 我上星期 Invincible 說的我是半信半疑 的 一個點就是 你找他來頂派對 不要說防守打反擊的問題 雖然之後也沒有再失敗 但進攻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在梳理中場線上 我都覺得是有些回落 已經不要說防控打 很多人都說 佐真奧防控打 有問題 但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因為佐真奧明明 防守數據是OK 而且他明明是 大家看到他懂得遮線 但凡是控打 人少打人少 已經是沒有線可以遮 因為已經有幾十條線 空間太大了 因為三打三 二打二 我假設很極端的 一打一 你怎樣遮線 別人交到哪裡都會死 或者二打二 你已經是沒有線可以遮 因為你流出的空間太多 簡單來說 如果人多打人多 一個陣地戰 別人六打六 七打七 你還可以期望佐真奧 遮線是有些能力 但防控打單對單 以及回追已經不用預測 而且如果越少人數 三打三 二打二 左真奧已經沒有作用 所以我擔心不止防守 而進攻 他疏離到中場線 是否真的很好 大家要再看看 這場球暫時 我明白他剛剛初到貴景 表現不太好 但我覺得他有點老化和會落 所以在進攻方面 都要看他可以怎樣做 是的 好吧 阿仙奧這個部分都差不多 我們說一下 喂 Maffie在哪裡 Hello 在這裡 現在話題的轉移到你外隊那裡 是 我先說阿仙奧 阿仙奧 我一直都覺得 他不至於衝擊前四 其實你只看中場的幾個球員 是絕對不弱的 那三個人都瘋了 杜古希我一直都很喜歡 不是杜古希 古希 古希你前一兩年都看中PSG 可能是歐聯四強打正選 我覺得 你不要說我針對林塔達 但是他教了幾隊球 我都是有時候是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會有些用人 或者一些人棄了他不用 我當年車路士都是 林朱高奇和一大堆 有經驗或者有技能的球員 說不適合他這段時間 我是不理解的 我覺得他還是有些重蹈覆轍的 林柏達不清楚自己手牌的優勢在哪裏 再進而就是他和球員之間 他剛開始的時候士氣都還好 但是你一旦 現實是這樣 你贏不了球 大家發現你不太懂得去發掘球員的優點 以及去打那個體系強的地方在哪裏 覺得你是一個沒有優勢的教頭 然後就進入惡性循環 我也是那句 我真的看不到林柏達想要些什麼 太複雜了 但那種複雜 我覺得他還沒用好 譬如剛才我說的杜古希 他是打算說的 他在車路小年代打算說 他對球員的評論是錯的 杜古希是要用的球員 奧拉拉你只叫他擠深 完全釋放不到他進攻方面的才能 雖然這場球不是入球在助攻 但你看到的功能是全面很多 奧拉拉我發現他不是一個六號位的球員 他真的應該適合八號多 IQ太高沒有球員理解 CCC Smith說 左真爐的作用就是 可以不用出老郭媽 給老郭媽去出就一定輸 出左真爐就是一半半 叫做好過沒有 就是這樣 Maphew你對阿仙奧有什麼觀察 阿仙奧的觀察 沒有就是準英超冠軍 哈哈哈哈 正在燈 你當我燈吧 但我剛才也在咪前說的 就是你擔心賣掉頭髮 我擔心民情 你阿仙奧 今年你說除了人腳溫得順之外 我覺得是 很有一個 momentum去衝冠軍回來的 因為 林伯特這個例子 其實他都算極端的了 他憑他踢球的時候的光環 就是搞了這麼久 我覺得愛華鎮算給了很多時間 炒得很遲了 但是職業足球就是這樣 可能你沒有成績很快 你就要外出了 但是阿仙奧他今時今日走到這個位置 其實很得益 於當年 就是阿迪達克 快輸到降班 他們都可以 給他耐性 給他 給他到現在才去到 你有這個momentum 所以兩體都有些事情 到底一個教練 值不值得你給他時間 或者你給他多少時間 真的 我覺得兩體 你不代表你給那麼多時間 林伯特他可以幫你撿 我還可以撿欧白 沒有撿到欧白 欧白都未必 但是阿迪達要拿了冠軍 我才夠膽地說他 因為我依然覺得今個冬天轉彩槍 我覺得是很穩 在我心目中是差點不合格的轉彩槍 是的 而你在貴中要衝一個冠軍 因為你的目標是一定要衝一個冠軍 我覺得支持和決定不足夠 是的 但阿仙奴好像沒有歐洲賽 應該 歐霸 歐霸 但歐霸 其實我估計是頗大機會 是半力的 我覺得阿仙奴 他們知道 比較清楚是 以後剩下英超就認真 歐霸就真的在這個情況 我自己很喜歡對面的奧蘭娜 我覺得他有些爺爺托尼的感覺 奧蘭娜 那時候他第一場 阿華頓踢 我已經在主持群組裡 我都說過 林柏特 都夠了那麼久買了這個 挺好的 但是 沒有 就算比他這麼好的林柏特 用林柏特 都是我覺得發揮不了場處 這樣 好吧 我們說一下萬成 是 剛才你對萬成的想法 這麼悲觀 我想我先講一講場內的事情 場外的其實剛才也講了少少 是 我們是不是要去一下slide Mathiel 好 一直去slide說 很簡潔的 十萬四年 現在 今季 我覺得沒什麼機會 第一 他在更衣室的環境 大家的目標不一致 就是 氣氛差兩斤 今季已經 就是你過往 你可以連贏十四場 拿冠軍 但是 今年你不要看連贏十四場 連贏四五場都偷笑 還有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覺得自己 哥迪奧拉 都有點失敗了 就是 他在發揮夏蘭特 和運用其他球員的位置 他還沒抓到一個 就是 還沒找到一個 最好的點 所以 無論是 更衣室內部 還是場上的 戰術 其實他都 萬成 還沒找到一個 自己的方法 嗯 會不會有一種想法 是覺得 他不斷地想嘗試 去用好 夏蘭特 但是 又在 怎樣用好 另外那十個人 的 優點上面 你覺得這問題是複雜的 因為一向都有說萬成是否因為夏蘭特拖累了進攻或防守 首先現在夏蘭特是找不到方法去用它 因為夏蘭特特甲有很多的大範圍去攻擊或跑動 但是對著熱刺或者萬成的打法很容易令對手對著11個球員在最後的後防 其實這一類型的對手就是夏蘭特不能擅長的對手 不要說是夏蘭特,其實每個前鋒都不擅長 其實葛德奧納在嘗試是否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但是他就想打一些直接的進攻和打自己有的短傳的進攻 那裡拿不到平衡檢 其實近一兩個月也有很多場所失準的 問一下Maphew這個問題 你覺得好像怎樣運用夏蘭特和運用其他十個人來做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在世界杯期間都說過 見到祝奧安華利斯看得很好 會不會期待有一天他們兩個都同時上陣 那哥利奧納如何激發他們的氣氛 但是暫時就你的觀察 你覺得大家一起比賽的時間太少 很多事情都未能看到 還是暗暗看到的就是哥利奧納在平衡球員的合作和發揮上 例如以祝奧安和夏蘭特也做過例子 你認為還未找到一個很好的對策 絕對是 其實你要理解哥利奧納的11個人政選中 有什麼原因要考慮呢 其實很多時候他會考慮一件事 就是你的球隊進攻的節奏快慢 因為譬如假設紅偶是球隊想進攻很快的 但是其實曼城就不是這樣 曼城可能有時候想收慢一點的節奏來踢 而哥利奧納就會覺得譬如夏蘭特、阿華利斯 或者是福頓 這些球員他們都是一些很快的球員 不是說他們跑得快 而是他踢球的思維是比較直接 或者很多時候很想向前 所以如果他出夏蘭特的話 哥利奧納就會很想在旁邊放著一些可以幫他拖慢節奏的球員 包括貝亞杜斯華、馬利斯和基亞利便 而他是這場波出了 祖利奧納納尼利斯出了夏蘭特 我想這兩個都是很直接的球員 所以他是把貝亞杜斯華、馬利斯、基亞利便放著他們來 等到這個將軍拖慢燈 這個我覺得可以解釋到 迪布林不打政選是一個原因的 但是曼城在這些用人之中 我覺得這些用來找不到他們最適合的十一個人出來 甚至有時候覺得 其實萬成現在最大的問題反而是來自夏蘭特本身 我覺得夏蘭特是一個很出色的前鋒 當然不用說了 他的天範放在那裡 但有時候你要執行遊戲計劃的時候 夏蘭特不完全是最能夠執行哥迪奧娜的想法的人 反而如果這個位置變成了阻礼安阿華利斯的話 或者萬成是能夠有效的去擊敗 是嗎?Maphil 其實我覺得萬成也沒有拿捏到阿華利斯的用法 因為阿華利斯大家大約知道他的踢法是怎樣 但是作為上年或以前哥迪奧娜的前鋒的戰術功用 他們好像不太能夠在防線和防線之間的空位游走 其實這兩場球或者近這兩三場球 萬成很刻意地在一些攻勢裡面製造一些一打一給夏蘭特 但是夏蘭特很多時候摸球的時候都是背身 而且球是去到他的腳 而不是他轉身走的空位時放下去給他 另一個原因就是萬成放不了球 但是說的是萬成找不到一個很好的 不可以在夏蘭特身邊製造一個好的環境 令到他可以發揮 其實就是萬成拿不到攻勢的一個原因 當然也可以說 萬成也有段日子 其實很多球隊都開始看通了 就是萬成確實是需要夏蘭特 但是不太懂得去利用夏蘭特製造出來的一些威脅 威脅不一定是埋門的威脅 而是前面有一個能夠壓制對手防線的前鋒 說得簡單一點 第二、第三點如何跟上 以往萬成這個點也不用擔心 第二、第三點也不用擔心 但現在感覺就好像 反而沒有了 東西都少了 沒理由沒有了 其實有幾個原因 剛才說萬成現在的兩個逆風 其實很容易發現的共通點就是他們是偏慢的 即是你跟以前的申尼、史達寧 或者甚至是福特尼比的話 其實基亞利斯和利斯是不上腳和偏慢的 剛才的解釋原因就是他們要拖慢節走 但同時間其實萬成向那個 建制對手防線的能力其實是減弱了的 即是當夏蘭特拿球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避免羅美洛或者避免敵亞去跟上 那我就覺得這兩個逆風是欠缺足夠的速度 去壓制對方的後防線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理解為什麼他會這樣出 但是也都是那個1萬成間 是 聽到嗎? Matthew 聽到 聽到 OK 明白的 我覺得可能是球員的配搭上面 都可能失去了某些因素 即是怎樣改變節奏 如何加快的節奏 馬勒斯特都提了這一點 即是前鋒和支援球員的速率不是一致 即是需要拖慢一點 但是又未必能夠大家夾到一起拖慢一點 需要推快一點 但是踢開慢的那些又未必可以撒時間跟得很快 有些東西可以是球員的 chemistry 的問題 亦都可以跟球員本身的特質 協不協調到呢 是有關係的 SUNMAT就問了 其實是不是中鋒拖慢節奏 做背身支點分邊 兩翼就快放會比較合數呢 Matthew 如果你說你撇除慢成的打法 或者是教練的想法來講 哈蘭特其實是適合這一種踢法的 即是你多門特都說人家打反擊 哈蘭特狂爆入很多球 阿尼克經常說上季前季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哥迪奧娜在3比3季初打和紐卡數了一場球 他就說得出那場球是沒有馬利斯 也沒有基亞利輸 他就說那場球覺得曼城的球員衝得太厲害 就覺得即使這樣可能適合哈蘭特 但是對於整體來講他不喜歡 所以現在就很偏向就是哈蘭特 一定要加這兩個翼風柱 或者可能一定加其中一個 而曼城也都有其他限制 即是他沒有選擇路 就少了一個選擇 也沒有捉過阿澤偉 其實他的打法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現在哥迪奧娜就很堅持將新仔Rico Lewis 打進去中路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高山出了圖 就是Rico Lewis 他當他在中路的時候 基亞利輸其實這場球 基本上大部份的時間 他都是處於一打二一打三的長方 所以 其實曼城是很難現在在陣式的亂 找到一個平均的分布 或者optimal 一個好一點的步陣 即是他球員和球員之間很鬆散 而且很難聯繫對方 在他們有球的時候 所以去不到 我的感覺是 其實曼城現在好像哥迪奧娜 你看過後場的傭人 好像理想了後場的結構 看上去的邏輯是自剋的 好像所有事情都說得通 但是就犧牲了你前場的進攻投入的人手 又或者是你見到要有一些元素 例如你要有一些能夠快放的逆風 一些衝擊力 就在這個過程中就沒有了 是啊 還有譬如說 夏蘭特的功能比較單一 他在萬事打比那場球 試過把夏蘭特拉到中場拿球 然後基本上都 每一次他拿球 萬成都是 即是哥巡波就變成了 夏蘭特拿球的位置太靠近中圈 去到禁區附近的位置就不見了 但是當夏蘭特擺得太前的時候 萬成又不夠足夠球員 在對方的中場面身後出面 那麼哥巡波就不斷在這個位置 因為譬如過往你有達皮斯 你有登道簡 這樣的球員可以幫萬成 在這些空位裡拿球打起 現在是非常欠缺的 還有譬如在Rico Lewis 去了中路的時候 當吉亞利時 拉了別人的液位出來 又沒有人可以同時間 用別人的液位身後的空位 這些很多次的細節 其實我覺得 我們很困難 去找出來 找不到他最想要的方法 有人說 Lester Law 如果回頭 兩季之前 就說Harry Kane 那時候都傳得好行 萬成想要 會不會比夏蘭特更加適合 淡就說了一句 就說用Lewis Palma Folden 還有祖里安 和夏蘭特 全部都值得清選 出殺就快很多了 也都會令到KDB更好 但是那個 不會是哥迪奧拉利的了 Palma很好嗎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上季好像出過幾好 但今季好像很少見到他 是的 Palma 他那個 自信心低了 這個是他們內部在Athletic那邊說的 就是Palma 傷了 和少了上陣 所以就好像不太順 就是不太用不了他 還有萬成 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不能夠在 譬如他這場球 他對著熱刺 以往譬如你以為熱刺是拍大巴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場球熱刺 就算不用他 他都可以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成績的機會 嗯 嗯 嗯 有聽足就問 為何這段時間 用少了迪亞斯和拿破滴呢 但我想到為什麼 就是回到我剛才說的問題 他現在嘗試怎樣去用Lewis 就夾艾基和獲加他們 去搭一個 就是 表面上看就不是三後衛 但你一看萬成的 其實Lewis 下來其實都整個三後衛 這樣 這個劉逆師快不快 不快 真的不快 剛剛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你看到這張照片 如果一些 跑動能力的 斷速快一點的球員 人家的翼衛一出來 你馬上走 身後 其實你可能幫到 基亞利樹 但是 Lewis不是這個風格 所以 他的角色很多時候 局限量中場 那萬成其實 太多球員 喜歡出來拿球 但是 不夠球員 在身後 去做走動 或者其實理論上是夠的 赫蘭特和瓦尼斯 是夠的 但是這兩個前鋒 不能夠有效地去 連繫到其他球員 才是最大的問題 嗯嗯嗯 OK 那要不要去下一張照片看看 Mathiel 下一張照片 前一張就是基亞利樹 沒有什麼支援 但是你去下一張照片 其實你也看到 萬成 瓦尼斯在另一邊拿球 他都是很多 叫做 很欠缺支援的 就是對方人的翼衛出來拍你 其實馬利斯很多時候 都是給不到球 入中路 或者去前面 其實我覺得 剛剛這一張照片 或者剛才說 上面那一場面 是有點像我第一次上來做看球圖的時候 萬成輸給車路士那時候的情況 就是 哇很久了 你上來 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林柏特二比一人 三四年前 應該是20年 20年6月 那時候是 那萬成其實 什麼 有啊 2006月 林柏特哥一場球 應該是 那 所以就是萬成 其實現在這個場面 或者可以說 其實差過2020年 那個季 因為他 無論氣氛 和球員選擇 或者狀態 大家都很 起起跌跌 以前 Roger每一場球 都打得好的 但是這一場 Roger 都 狀態偏沉 那 就 真的 發揮熱刺 是贏 真的 都應該 這個 那一個問題 其實會不會跟Roger 今季的表現 都有一些下滑 是有些關係呢 就是現在 哥迪奧娜選擇這個後場的組合 因為 有聽做就一直問 其實高先生 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萬成很少 迪亞斯和納波特 因為我覺得 一來納波特 和迪亞斯 尤其是迪亞斯 出來的表現 是稱不上是好的 第二 就是 諾迪的下滑 也會影響到 哥迪奧娜對後場的用人 我們常常理解 哥迪奧娜 當然 我們都會 放很多蝙蝠 他講怎樣組織進攻 但是 對於哥迪奧娜 這兩個教頭來講 進攻其實就是 由後場那邊開始 所以 他對於後場那邊 怎樣擺放 他想了很久 他都覺得 好像類似Lewis 這種狀態的球員 可以打過 他就覺得 在這個結構裡面 是比較適宜 這個也是做到一個取捨 就是為什麼 他寧願 是用少了迪奧斯 拿破迪的話 都 在這段時間 我想他是想試多些 Lewis 就有這樣的選擇 同意嗎 同意 其實拿破迪和迪奧斯 都是受傷圓了 其實狀態是 你看他的訓練才知道 我不知道 迪奧斯 他的能力沒有那麼好 曼城本身的進攻已經是層缺 但是 你再加上 阿簡治那個 用波是好一點 可能這件事情 阿簡治今季的狀態 正常都偏好的 可能比 多門特攻一段 但是 迪奧斯在那個 融波就差一點 還有 拿破迪就沒有辦法 拿破迪他整個上半季都沒有踢 因為他上季 季尾之後做了手術 就休息了兩三個月 他是世界本才踢 但同樣地 曼城現在這個時刻 有很好的狀態的 尼頓奈基 所以 你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他會放在尼頓奈基 以及阿簡治 一旦選 就不可以出 迪奧斯和拿破迪 是啊 就是這樣 Daymond Lau又說 大哥 他在爭取觀眾 突然間趕走 簡歇路 嘩 他在白人踢到 真的瘋了 兩場三個助攻 四個助攻 作為集委球員 真的很強 很強 是 Corp璋這句 BC說 今季跌得多過Roger 曼城堡的Roger 更嚴重 我知道 Corp璋會說得出這一句 因為法斌倫常太差 即是曼城堡的Roger 他說曼城堡的Roger 更嚴重 如果你說跌得厲害的話 其實BC也跌得很厲害 BC跌得厲害 對 但我明白為何Corp璋會說得出這一句 曼城堡的Roger更嚴重 因為法斌倫是太差 即是你用利物浦人當一把尺去看 你那些才叫真正差 Roger已經不叫差了 但曼城人還有Corp璋不用 哈哈 大後備 都叫有人 Mofin Phillips用不過 其實就真的 用不到 他用不到 因為首先他對上四個月 有大部份次 很多是傷 然後回來曼城世界盃之後 他的體重超了標 基本上是完全是 接收 即是在接收球隊的教練 戰術指令那些東西 我覺得他跟不上 他有踢過 對西蘭敬的那場 踢得很差 那 其實這個情況 你找他出來打正選 他就送死 總之又找不到感覺 列斯聯散火也散得好 散得好 是啊 是啊 這樣吧 我覺得其實如果曼城 你說他更衣室裡面發生的事情 是比他場上戰術很廣 因為他場上戰術的事情 太過複雜了 你很難去說 我像夏蘭特這樣 但其實夏蘭特的問題是 源於他身邊的隊友 都不能夠有效地去支持他 那 或者是 身邊的隊友的情況 其實怎樣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源自於他們更衣室怎樣怎樣 那個情況的氛圍做得 有些球員可能不太開心 看得不太好 等等等等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曼城說 更衣室的意義是大於講 強上那11個人 開始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曼城出現了一些症狀 是有一堆球員都差了幾年 在Score裡面 大家充滿了幾年 是差歐聯未得 但其實英超也算是很穩陣 好像B思懷這一類的核心分子 但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他們自己在球隊裡面 他們都會有些失敗 沒有什麼突破 我都會有一種類似的感覺 當然他的時間沒有B思懷 B思懷比較長 B思懷比較長 但我也是有這種情況 又是回到去看籃球 看NBA 你看到很多球隊 他在NBA駐會的價格裡面 他可以維持到 我大概約3至5年 我就換了Score 但曼城是否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其實曼城是21年的夏天 是打算來一次大清洗的 就是打算那一年清了拿霍迪 清了史達林 清了耶穌祭 但是那一年大家知道 最後拿霍迪留下 因為皇馬出不了街 所以錢他們就留下 其實那一年你想做不到 那一年是做不到的 那一年我覺得曼城是需要一次大清洗的 就是有些球員不是他差 不是他快也都不是什麼原因 或者其實有些球員是應該要離隊 然後要換一堆人進來 那或者另一個做法就是 我覺得可以不要哥迪奧娜 因為你是換教練還是換球員 但是譬如曼城現在的情況就是 比如你B思懷是想走三年了 但是曼城的政策就是你走 他會放你走 但是他要帶一份報價回來 他才可以放你走 那B思懷的買家 B思懷是沒有錢的 是窮欺來的 B思懷就走不了了 那接著譬如說 就是換一換新人進來 我覺得其實他們和李物浦很相似 其實是因為這幾年 大家爭的股君爭得太厲害 你有一種球員裡有一種 叫做 mental fact 結 即是心理上的疲勞 有時候不是什麼戰術 或者場上影響自己 真的你個人會覺得很累 會不會因為贏得有點悶 哈哈哈哈 今年讓我們贏一下 快點讓我們贏一下 快點讓我們贏吧 絕對是 哥迪奧娜自己也是這樣說 哥迪奧娜問你 哥迪奧娜自己也說贏了太多 是啊 他問你肺迪奧娜你贏了多少個 肺迪奧娜贏了六個 然後哥迪奧娜問你肺迪奧娜 或者有時候要換了一些人 那你才能保持穩定性 是啊 始終都是要有這種調整才行的 那Mathieu後面那兩張圖 應該是關於一些球員觸碰的圖 是不是 是啊 其實是Rodri 剛才聽眾也說Rodri 其實你見到主場反勝熱刺那場球 Rodri的覆蓋率是遠大於 作客輸這場球 那Rodri其實今季都是表現算 平均以上幾號的一個球員 但是去到這場作客 我覺得不可以完全怪他的 雖然他犯了這個錯 但是 他在Rodri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他這場球 拿著球拖慢了進攻 但是我覺得更加大的問題是 幫Rodri拿球的時候 其他球員能夠有效地延伸支援他 才令到他拖慢了進攻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教練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 萬成的進攻已經不成功了很久 你看他贏了阿仙奴那場球 他是製造不了機會的 這一場球同樣地 他製造機會也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 萬成我完全是不樂觀去追阿仙奴 他真是一個單前聖的分子多了 嗯哼 剛剛說過萬成的結構問題 我想其實可能 這一刻 萬成這個大的調整 其實又是遭遇了一個不對的時機 就是英格蘭竹種 那邊就開始會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應該好像不是附屬於竹種 總之是一個背後是政府 去支持建立的一個 獨立的足球監管機構 是針對的就是球會的財政 還有就是新班主的 新投資者的資金的來歷和背景 又或者就是去防止 類似卡塔爾的 或者是阿聯酋這些國家的基金 他們是能夠去擁有 即是幾個主要的聯賽 能夠擁有一隊球隊 去形成一個所謂封閉的一個現象 當然還有一個打擊的對象 就是歐超聯 這些元素 我覺得都很影響到 現在萬成的走向 因為 我想明天 英國時間 就公佈這個 新的監管機構的成立 而萬成的所謂的 Punishment 應該不是英國人 英超賽會 針對萬成這個Punishment 是在今天去公佈 而且其實也沒有對萬成事先做任何通知 這些事情 我想都是幾針對萬成 幾針對萬成 Mephi 怎麼看呢 我 萬成有財技這件事 都不是新鮮事 當然 之前有人告他 告他不進 但是 你問我覺得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是有的 當然我沒有認真度過數字 沒有看過他的公司是甚麼公司 但是我自己直觀的感受 我覺得其實萬成是有的 這些事情 但是 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 會不會馬上影響到呢 我又覺得未必要 半年 一年才去 下判刑去處罰 我希望 就算他再之後罰你 甚麼駐會禁令 我覺得你下天做好準備 是不是都要 就是 你好像當年車仔 做好準備 應該是OK的 現在又有一種矛盾 就是 你那支球隊如果要再向上望的話 你要有這些 海灣國家的資金去做一個 但你又開始要同時承受的 就是你要Sugar Daddy 那幾年很瘋狂 不風光起上來的時候 就可以很濕濕 現在英超 好像是營造了這樣的氣氛 出到來 Yat Long Night 說 英超賽會 整版Britches 那麼多 全部中了的話 其實鋼盤應該都最低消費 整百多單 我覺得這單 萬成和佐藍達斯面對的情況 會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我也覺得 原因是因為 你佐藍達斯和萬成相比 萬成只是想他不要花太多 他是有能力去花太多 但佐藍達斯本質是不可能花太多 但他就跟其他球隊合計做假數 這是針對整個聯賽制度腐敗的問題 我聽起來 佐藍達斯嚴重很多 你說 萬成那邊 其實我覺得萬成那些 是灰色地帶 他是無限課金的 因為其實PSG 其實買尼馬那單交易 你也知道 他是用贊助交易 做卡塔爾世界盃 什麼旅行代言人 不知道 給了一大筆錢 尼馬 叫他買斷了巴塞罰合約 那時候 你記得嗎 我記得 買了巴塞罰合約 然後他加盟PSG 我記得當時就是這樣的玩法 那筆錢是尼馬自己買斷 他在巴塞罰合約 他去了PSG 是啊 那是灰色地帶位 其實要查都可以查 但是合情合理 你可以說 喂 這樣走完一通 大家 比較壞 覺得好像是走精面 或者在灰色地帶走一個法律 但是佐藍達斯做的 是完全是錯的 做假數 我試一下 假的人工 你明白嗎 所有東西都是錯的 所以我覺得 萬成、PSG 和佐藍達斯的 context 有些少許不同 他們兩邊是偏滿 但一邊是直接走錯 我試試打一個類比 如果大家有打機 知道什麼叫金手指 金手指是改變遊戲的設定 就像現在的FM有些修改器 那你去掌握一些 一些 potential 早機是做假數 是犯法 PSG是財機 PSG和萬社是財機 我試試打一個類比 可以 譬如你現在開FM editor 你去製造幾個PA 直至180個球員 那些是金手指 但是萬成的玩法 其實課金 課得太誇張 所以他現在要令到你 不可以這麼容易課金 沒有 但是佐藍達斯是用金手指 你弄歪了整個遊戲的格局 但是萬成純粹是一個課金的玩家 但是他可以無限地擠出很多錢 令到你不要給那麼多 而且我覺得萬成和PSG的 context 人家真的可以給得起錢 沒錯 你為什麼不給別人花錢 我不太明白 而且FFP的原意 不是不給別人花錢 你不可以歪曲整件事 是啊 他有錢 為什麼不可以花錢 他只是純粹想說 因為足球聯賽 就不可能是你一、兩、三個都被踢 他想維持那個格局 但是佐藍達斯是沒有錢 你要做假數 那當然是你一件事 是啊 所以我覺得萬成最後的Punishment 是不會比佐藍達斯大 如果你這樣去Bank萬成的話 以後那些有錢人更加不想投資 佐藍達斯的Punishment 我覺得很小 至少你現在還沒想到降班 不用降班 但是你勾結其他球隊一起做轉會的假仗 現在不是你一對佐藍達斯 你二甲很多對方陪你一起瘋 所以這件事我要打擊你 但是如果你是萬成的就很簡單 那就不要讓你課金課得那麼瘋 我不覺得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你說一下萬成和佐藍達斯 不就是 簡瀉魯和Kotan deal 佐藍達斯的List中 有一對不是英超 兩對不是英超 好像有一對就是萬成 簡瀉魯和Kotan 那件事出出比試 但是我覺得兩件事好像沒有直接關聯 我覺得 不是那麼大的 應該不是有關聯的 所以 但是萬成 玩財技這件事 一向大家都 閉嘴閉嘴閉嘴 我覺得 任何新鮮事 他開報人工那裡是有 但是他那種情況 跟你佐藍達斯那種有些不同 因為他開報人工那一刻 那我就不知道他 他是牽涉到假象 技術上確實是假象 但我覺得嚴重程度 沒有你佐藍達斯那種 一來佐藍達斯是上市公司 萬成不是 你佐藍達斯作為一間上市公司 都搞這些事情出來 實在太過分了 是嗎 據我所知 佐藍達斯那一種做法 他們說 在WhatsApp群裡面 你的合約簽了 可能是一個小的數目 然後你不知道 有幾十年來 領方老師 應該幾十年來 在群組裡面 跟昨天說 只剩下一筆錢 我過不給你 但是那筆錢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收藥 但是萬成那個案子 據我所知 我沒有認真很詳細研究 但是萬成那個做法 一向都是 在那個人工的底薪開很低 或者偏低 但是它的優惠 即是你入波座 上市次數 出勤等等的 那個費用裡面 它的馬是加得很大 據我所知 如果你說 分別有一點 我覺得是這裡 萬成人工 周身的底薪 是壓度很低 而在這些優惠裡面 加很多 所以這次的原理是做保險 是啊 所以其實金鋒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 萬成是解釋不到這些錢怎麼來 祖倫達斯是憑空做一些錢出來 祖倫達斯是做五平二餘 但是萬成是解釋不到這些錢怎麼來 最多是這樣 如果我這樣去分 萬成所受到的罪犯 怎麼會帶祖倫達斯 你最多是怎樣 最多就是你禁制萬成 聯賽扣分 或者是沒有歐聯資格 就是你不能打歐戰 但是你說 最多就是這樣 有人說萬成的偽贊賓 都不算開金手指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我的觀察只是感覺 我只是不敢說 別人有罪沒有罪 但是 我的感覺就是 萬成身邊的偽贊賓 海灣地區有自己的錢 其實都是自己的錢 而祖倫達斯是真的做假數 那些是不是自己的錢 你認同其他聯賽球隊來搞彎的事 又是要重現任大華戲院 整個電影行業被你搞彎 當然萬成那種搞彎是怎樣 純粹他只是超級課金玩家 一個滿層大哥 最多是這樣 但是祖倫達斯那些不是 你是和對面那些做事 扣分嚴重一點還是 禁轉妹槍嚴重一點 我現在覺得 在萬成的環境 我寧願扣分也不要搞轉妹槍 當然也有利於阿仙奴 但是 其實他們很多骨幹球員 你轉他兩三個轉妹槍 禁他很大問題 其實他們急著換血 我想他不算 有一屆拿不到冠軍 我想Maffrey的角度也是這樣看 拿那麼多屆 反而禁轉妹槍 對於他來說影響比較大 我感覺是這樣 Maffrey認不認同? 絕對是 多謝那句 我覺得今年萬成的冠軍 你就不要想了 因為問題不是你一個球員 兩個球員發揮不好 是哥迪奧拉 基本上這個月 已經天天在記者會發地圖炮 就是說 球會內部有些事情是必須要改變的 當然就不是說 一些簡單的球員 其實是一個風氣 或者我不知道他說什麼 明成是有些事情要去正確的 但是 你說 那些季拿不到冠軍 其實很閒 我覺得你補到歐聯就可以了 是的 嗯 嗯 是 但是 其實萬成一直來說都很順風順水 到遇到這些挑戰 我覺得對於球隊的磨練和累積都是好事 你不可能做一個無限課金的玩家 是不是 那你一直都順風順水 正所謂 一生之中 誰沒痛苦 得失笑不免 但是 你知不知道 我會想起誰 我會想起 我會想起盧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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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自己叉燒飯 坐在公廁門外 很好笑的MV 我會想起盧海鵬高峰 我覺得萬成是要有這些挑戰的 其實要的 是的 歌詞很有意思 你去年 我覺得萬成說這些外優 我覺得又不可以用外優 因為球場以外的事情 他們管理層有admin team 有律師 有法律部的人自己解決 如果你說外優 我覺得去年車路士那些就是外優 去年車路士搞到這樣 萬成現在是很小事 沒什麼資格去說些什麼 真的 真的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可能火力迷的話 我寧願花錢 花過了特 就比你現在 你明明有錢花 但是你也要努力告訴大家 我很窮 願不願意花 這些真的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其實這場一段 關於萬成的事情 我們講了很多 但其實我們的標題 就叫熱刺破城 簡離破紀錄 我們沒有怎麼說熱刺 那麼 熱刺好 你覺得打得好嗎 歌別球員發揮好 但這場球 我覺得又沒有去到一個很頂尖的發揮 熱刺大部分事情做得OK 但又沒有去到100% 但八九成的熱刺是夠贏的 這對萬成的 你看到Royal Royal Emerson都踢得上山了 很多人問我 賽前問我 你想哪一隊贏 如果熱刺贏 你就會 帶點機會拿冠軍 如果萬成贏 又贏 Gryfal熱刺 你會覺得 你會支持哪一隊 一個淘 很困難的問題 只要我都不打算看 免得越看 心情很複雜 不如看看其他波 算吧 看看廢倫 也挺開心 波浪 第一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 我終於明白這些情況出現了 你要怎麼想 第一 你要想希望打和 因為兩隊都失兩分 這是會令你心情會覺得好一點 因為兩隊都算 你一直看著 你不知道哪一隊贏 一萬成一領先 我不是應該希望熱刺追和 但你沒有理由想熱刺贏 你永遠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你一個角度 你不要看比賽 第二天或者之後再看賽果 假設萬成贏 你第一個感覺 當然阿斯套的角度 好像被他追貼了 第一個感覺就是 不要緊 安慰自己 半杯水的角度 如此類似輸球 我都開心 你不要只是看 萬成我混蛋 不要看那邊 你要看熱刺輸球 開心 如果熱刺贏 即是萬成失分 固然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熱刺贏 混蛋 很明顯你第一個想法就是 萬成失分 我開心 你只看開心那邊就可以了 不需要看另一邊 所以你應該跟球迷 如果你想問這麼難的問題 去問我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不要看那場球 還有希望他打和 其實我覺得 你講到最後 其實是否哪一個結果 對阿仙套真正有利 你是判斷不了的 你唯一可以改變的 就是你自己對這件事的認知 如果Ix 即是阿職 要我多謝他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多謝不到你 因為我目標的賽果是打和 熱刺贏球是為了自己的 不是為了阿仙奴 為什麼要多謝你 多謝什麼 你失去那三分送給阿仙奴 把領先營勢給八分 我就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 你自己的認知的問題 好像我剛才出了一個帖 萬成沒有了十五分 你第一次的認知 純粹是想到萬成沒有了十五分 你會不會在街上 萬成沒有了十五分 那之後依然可以 蓋贏車路士和利物浦 因為太多人看到 這場球的心態是雙輸 你將想法調整到雙贏 無論哪一隊輸球 你都開心 有時候人不用這麼貪心 人不用這麼貪心 你只能找到一個 令自己開心的感受就足夠了 我真的不討厭阿根廷 其實某時候我除了熱刺 英格蘭之外 不算討厭很多球隊 甚至乎阿根廷就是萬聯 但是阿根廷 你甚至乎有自己喜歡的球員 在這裏 茂亞迷上熱刺的英聯 那恭喜他 是嗎 是 好了 這一節我們說萬成這邊 是不是都差不多 下一節是否有Mephew說黃馬 我想聽 下一節說黃馬 我覺得這場球可以再補充一點 黃馬那邊可以跟這場球有少許關係 當然下一節可以再補充多些 或者你還有問題的話 一節再問都可以 謝謝 好 這一節就來到這裏 完結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黃馬 記得 留言、讚、分享 我也不夠 留言、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 回到後回來見 耶